來跟觀眾分享的第二個迷思 叫做有機蔬菜可以現採現吃嗎 很多有機的農員 就讓你直接現採什麼採番茄 採草莓 就直接信摘來吃了 而且現場吃的都免費啊 所以就可以吃很多 那現採現吃真的可以嗎 大家都在意說農藥是會來殺蟲的 那有機的話強調不用農藥的話 那相對下它的蟲是會比較多 是 那只是因為它是不含農藥 它本身的蟲可能比較多 我真的蟲軟也比較多 蟲也可以炒一盤 對 蟲軟也比較多 所以現在就會造成問題 其實剛才其實 翠鳳所提到這個個案 其實在台灣大概早些年 它其實真的偶爾都會發生 所以它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本身台灣的蟲牛 我們從頭其實看到菜上面有蟲軟 有毛毛蟲 這個農藥都很少 上面有蟲牛 表示說連蟲牛都能吃 表示這個菜很乾淨 基本上其實大家有這種觀念 可是基本上在台灣的蟲牛裡面 尤其是非洲大蟲牛 它本身有一種蟲 叫做廣東鑄血腺蟲 它以前曾經有一種 大概去吃那種比較白色的 叫做白色的蟲牛 它認為它是比較好 它蛋白質滿多的吧 它裡面幾乎都是蛋白質 但是如果說你本身 蛋白質過量 不用再這樣補 那你本身如果沒有做過處理的話 所以沒有處理的話 你沒有煮熟的話 那寄生蟲是不會死的 它造成這種所謂的腦膜炎 這種寄生蟲引起的腦膜炎 其實這種個案 最近也有發生過 最近發生過是因為 很多就是外勞來到台灣 他們對這個比較不了解 他們發現很多菜園裡面 有很多非洲大蟲牛 而且那非洲蟲牛長得很肥到 它直接拿蟲牛來吃啊 拿過來先煮 因為它知道 東西如果煮過熟 太硬不好吃 它就煮得有點 不是很過熟 這樣來吃之後 這幾年來發進了很多 大概有幾個個個案 就是因為這樣子之後 造成所謂的寄生蟲引起的腦膜炎 所以就告訴大家說 有機蔬菜 它基本上還是要經過適當的烹調 那基本上不是可以現採現吃的 那再過來其實中醫一直強調說 生菜的東西 如果你本身吃多 對腸胃本來就比較不好 所以你本身 那個時候你又吃多 那本身又有一點點狀化 你可能回去 真的腸胃炎一定會發作 那蔬菜不要現採現吃 那水果咧 水果那麼新鮮 我們去那個有機果園 而且又免費 對不對 能夠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們說那個草莓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草莓 基本上在所有水果裡面 農藥最多的 對 是最難用到有機的 可是你它有機 它表示它農藥沒有放什麼 所以它要盡量吃 它如果沒有經過檢測的話 我們都知道其實那個番茄 剛剛有7%的那個機率 而且你要回去還是要經過 一當水去清洗 那在當下是沒有水可以清洗的 所以在沒有水清洗的話 其實基本上不要為了說 滿足自己當下的口腹之餘 真的吃完之後造成問題反而是不好 王醫師你真的沒有去現場採過 那現場採的那小黃瓜 很熱鬧耶 立刻咆嗡咆嗡 多清甜對不對 真甜 真好吃 連大黃瓜都可以這樣整個吃 依依妳可以告訴大家 在我們的蔬菜裡面 大概小黃瓜 含農藥的比例最高的 也是它農藥最高的 對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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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瓜都是農藥最高的 小黃瓜不是就直接這樣吃嗎 四季豆那些毛豆 對 因為它不是當 它是屬於廣播餐廠 前面的那種農藥最高的 不是 那小黃瓜 這天氣這麼熱涼飯 最多就是小黃瓜了啊 不能這樣吃嗎 所以不建議現採現吃是不是 不太建議還是要洗啦 而且真的要 還是要照正常程序去沖洗 對 比較安全 如果真的害怕 真的有時候 我們會連水果都削皮 對 水果要削皮啊 對 如果你真的害怕 它已經標榜有機了耶 因為你知道還是有一個機率在嘛 那個機率就是7%到10% 對 7% 可是其實我們也看不出來啊 看不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政府 真的要派人去檢驗啊 檢驗人員真的要增加 因為太多 因為有機農產品它一直核 開始已經慢慢在增加 它的標章在增加 所以相對表示很多家都可以去 標榜它是有機的 這時候你要做抽查啦 好 所以 現採現吃是不建議的 可能會現拉 現拉還算好喔 嚴重的話是 像剛才你講的精神中的 對 沒錯 那個要等過一個禮拜 過兩個禮拜才會發生 限送醫院 對 那還會有什麼狀況 拉肚子 其實他說 剛那個腦膜源 其實就算他住了兩個月醫好之後 它會造成腦子的傷害 造成腦部的潔疤 它造成一些神經的症狀 是不可恢復的 行動遲鈍 對 會受影響 那個其實那個問題 在我們以前念到寄生蟲這一塊 其實我們最怕 在台灣有幾個東西喔 第一個是就是 非洲大國王裡面的那種 廣東住血腺蟲 第二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毛蟹 台灣有淡水方面有毛蟹 毛蟹有個中華乾溪蟲 那個得到之後 會造成肝臟的問題 其實毛蟹就是所謂大陸的那個啦 大雜蟹啦 它們兩個是屬於同一個兄弟的 那其他那種東西 只要是本身不乾淨的話 甚至有時候 很多在很多農產品旁邊 很多水流 水流上面旁邊有水漬 水漬他們搞不好還有蟲卵 你可能吃一吃的時候 可能蟲卵都會吃到肚子裡面去 所以你可能說 我們用水清洗 我們在那邊再回家清洗 我們在那邊用吸水清洗 可能那水裡面的蟲卵 也會跑到裡面去啊 那你過來洗臉的話 那個水漬跑到皮膚裡面 所以其實也不建議去喝什麼泉水的 絕對 不要 很多的山友啊 去爬山啊 然後還會帶瓶子去裝那個三泉水 不要不要 還是煮熟的 自然是最好的 因為那種個案其實 以前的糖而言大概 那種水漬的蟲卵 跑到鼻子裡面去了 大概一年的個案大概三四個 跑不掉 動不動就是裡面 會發現裡面有一隻會動的蟲 然後一直流鼻血 耳不油科就把它夾出來 放在那個新聞上面 讓大家覺得很震撼 OK 好啦 所以有機的食物 還是不建議現彩現吃 而且記得要洗乾淨 來 看到下一個迷思就是 很多人認為有機產品 一定會更營養更美味 不然怎麼會那麼貴 對不對 對啊 我買的時候 我心情都更愉悅 你在那邊講什麼 來 更愉悅 然後荷包更香 唯一一點是花錢更香 但是你在買的時候你其實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另外一種念力 你就要告訴自己 我吃這個是很健康的 然後結果我的試驗證明是覺得 好像差不多了耶 好啦 那其實一般的有機蔬菜 跟一般的蔬菜 分辨得出來嗎 你買了那麼久的有機蔬菜 我真的分辨不出來 外型喔 以前不大會看 可是外型我們覺得這幾年 可以慢慢看得出來 是嗎 就是有用化肥的 肥料的 比較漂亮 真的是很大 很冒生 就是那個筋啊 很粗的 然後沒有的 比較天然的 就是比較小 可是看起來它不是萎縮的喔 它是比較紮實的 就是看起來好像是紮紮實 就像紅蘿蔔 像有用化肥的紅蘿蔔 就很胖一個 然後比較橘色 可是我覺得有機的 它看起來就比較深紅色 吃起來的口感也比較甜 我記得有機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的這個所謂的有機專家 就會在電視上告訴大家說 有機的東西喔 你不要看它貌不驚人喔 雖然看它瘦瘦小小的 那表示它是有機的 它是紮實的啦 所以很多人就會想說 一定要醜的 買醜一點啦 買什麼瘦一點啦 可是後來又覺得很奇怪 怎麼有機越來越多之後 有機的長得也是很漂亮啊 所以到底有機這種的 對 現在也越來越多 有機很漂亮 所以 所以 所以到底有機呢 是可以分辨得出來的嗎 因為為什麼有的漂亮 有的那麼醜 那我們當然還是要買有機又漂亮的啊 可是它真的是有機嗎 就是搞不清楚啊 就是搞不清楚 所以才給標章 對 才會給一個標章 要看標章 才知道是有機的 對 看標章 對 看標章是最直接的 OK 所以早期有四個標章 現在越來越多 十幾個標章 現在有十幾個嘛 我們等一下要跟觀眾朋友 介紹說有哪十四個 那阿二姐 你有看標章嗎 沒有 我看到有機兩個字 我看到有機兩個字 然後因為現在有很多是 商店 它本身就標榜 對 有機商店 有機商店 對啊 我們那有機商店意思是 它賣的每一個產品都是有機的啊 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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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它會出一些它有機的棉啊 包括衣服啊 吃的啊 喝的啊 我價格會很明顯 就是你就 就在你附近家裡 你就會看到很多家像這樣的店 有一些店這樣子 對 那其實價格呢 真的是比一般來得高 那你說 跟我在菜市場買的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差別就是 我去這邊買的時候 有吹到冷氣 而且它有包裝 一小包一小包 如果去菜市場 可能是要一大把一大把 我要自己拿這樣子 OK 好 那到底是有機的營養成分 真的比較高的 好